子妃, 我看你的身形都適合做運動 有沒有教什麼運動? 我喜歡游泳 游泳有好處, 跳下去贏半個詞 打羽毛球 羽毛球好, 夠高 沒錯, 但夠高 我一直都很喜歡打籃球想學 但也找不到人教 打籃球不只高才行, 也有天分 不過找不到人教這不是藉口 我們台裡已經有一個打籃球 打到入聯賽的高手 我的台?別告訴我, 只是你 差不多了, 但不是我 幸好 就是我們今集的亞洲之節 亞洲街人選舉要介紹那位林蕊 我覺得籃球是一個很Man的運動 很喜歡在團隊合作之後打敗對方 我是林蕊 在參加亞洲先生之前呢 我是一個專業打籃球運動員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的一生都很幸運 因為我初中的時候學籃球 然後就打到CBA 然後再回香港以後 打到了香港甲一籃球隊 再之後我去藝術考試 因為我是學表演的 然後我在七千根當中 也取得了前三十名的好成績 我覺得運動員跟普通人最大的區別呢 就是運動員的形象沒有普通人好 沒有縮小 其實我覺得運動員最有特點的就是 喜歡贏不喜歡輸 因為競技體育很殘酷 你要不是贏的話就一定是輸了 所以我覺得還有一點呢 就是運動員會比較的有意志力 因為像我們原來訓練會跑十五個四百啊 一萬米啊 然後還有時間限制 如果你跑不到的話就得重新跑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的訓練 對於我現在的工作來說都很有幫助 我覺得非常好 我進體育學院呢 有件事讓我非常難忘記到現在 就是我剛進體育院的時候非常的囂張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我這個人很難相處啊 然後就會看我不順眼 然後體育學院的人呢就很喜歡動我 然後我就記得那天被六個摔跤隊的人給圍住了 然後我就看你們要幹什麼啊 他說在班裡很囂張是不是 正當他們要打我的時候呢 五個籃球隊兩米多身高的人就衝進來了來保護我 那一剎那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安全感 然後我就頓時這樣子 你們想幹什麼啊 然後我覺得真的很好玩 所以呢我覺得 我覺得就算隊裡會發生一些身體接觸 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籃球隊有個很好的習慣 就是移植對外 不管隊裡發生什麼事 對於其他隊員的時候 我們是一個籃球隊 是一個集體的項目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對比我喜歡一隻二十八個 林瑞在香港出生 三歲的時候同家人移居行周 從小就熱愛表演的林瑞 為了加入演藝界一展所場 於2011年由行周回香港 參加亞洲先生競選 憑著年輕進朗的外型 和球學時期所累積的舞台經驗 勇奪ATV2011 亞洲先生猛男大獎及貴軍補助 參加亞洲先生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那時候剛回到香港 然後看到電視上說 有亞洲先生的招募 當時第一反應就是 亞洲先生 算了,別參加了 但是我一想 我原來有學過表演 然後又自己那麼熱愛舞台 也不會竊場 嘗試一下 覺得拿不拿名次沒有關係 可以獲得經驗 可以認識到朋友也很重要 於是我就去了 然後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我認識了很多好朋友 然後我就一步一步一步的 走到了總決賽 在總決賽當晚 其實我自己覺得自己 發揮得很好很好 但是在最後面報到我是第三名的時候 我不是特別地開心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不輸給別人 任何一樣東西 可能是自己在某個環節 某一個地方沒有表現得特別好 所以現在在比賽以後 我也沒有放棄過 我一直在給自己練唱歌 練跳舞,很多很多 還有現在劉希賢哥哥 在教我學表演 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讓我再選一次的話 我還會選亞洲先生 因為林芋是一個很有健康的球員 就是因為沒有很系統的訓練 很早地離開球隊 對,我們覺得非常可惜 如果他可以在球隊裡面一直訓練的話 應該也會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畢竟也是拿過浙江省的 在一個上升期 但是後來聽說他拿了 亞洲先生的雞君 我們也很放心 我希望他在演藝圈 也是可以跟球場上一樣 有一個很好的前途 還是很有天分的一個孩子 其實你們是不是很想看我哭 不過我不會哭給你們看 不過真的很感謝亞洲電視 因為從我離開後 很想知道自己的教練和同學 是怎樣看我 今天我真的知道 其實他們對我 我都不會說我是一個不好的人 甚麼… 真的很感謝你們 我喜歡演戲 所以我從體育學院來到戲劇學院 我為甚麼喜歡演戲呢 我的答案是 因為每部戲裡面有很多角色 我認為這些角色 和現實當中的林瑞 全都不一樣 我覺得很有挑戰性 很有新鮮感 我不喜歡輸 在星期五鬥當中 平民老師說我沒有體育精神 其實那個時候我很不開心 但是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自己的確有很多不好 因為我加雜了很多個人的情緒在裡面 這樣子不僅影響到了分數 也影響到了我的隊友 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的話 我相信我一定不會那麼去做 所以我現在覺得失敗 未必是一件壞事情 但是我很感謝亞洲電視 給我這麼多機會 給我這麼多平台 去展現自己 我不會再輸了 我是林瑞